- 字幕支持者 李宗盛 各位粉丝大家好 欢迎收看理财最给力为你的人生财富加点力 我是阿格力 今天是8月的第一周 所以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8这个数字跟大家想的有点不一样 他其实是有他的含义在里面的 大家知道吗 在圣经里面 八其实是一个复活冲获兴盛的 有这样的意味道 所以呢 在过去有一个族群啊 好像也有这种死而复生 死里逃生的感觉 不过大家又在怀疑说 这有没有可能是那个 昙花一现 其实不是真的复活 那就是生气族群啊 套一句最近很流行的话 叫相级的爱情嘛 最近生衣类鼓啊 真的是相级的爱情 我们看一下手板上 其实今年这些生意类鼓的 表现普遍的都非常好 虽然这段时间大跌啊 像美德意啊 今年就涨了超过2000% 那核一这个大家比较知道 像中天 又有400到500多% 这样的一个涨幅 不过这是不是真的相级的爱情 就是说 当散户们啊 股价到了400多块的时候 就像你在谈恋爱的时候 一头热 两个人感情症升温的时候 你对未来产生的憧憬 想要结婚想说 这核一啊 股价好像比较一千哦 结果你勇敢的加码 把你全部的身家 在房子什么都过户的时候 女生跑了 合一 短短大概两三个礼拜之内 从476块跌到150几 所以这个防疫类鼓 到底能不能持续走下去 还是说 它其实没有真正的复活 就值得我们要关注啊 另外聊一个 另外一个盘面的主角 你又要说什么 不是台积电 你一定以为我要讲台积电 对不对 其实不是 我们现在要来讲了呢 其实是苹果的一个部分啊 因为为什么呢 苹果啊 其实公布的它的营收 表现非常好哦 有到596.9亿的美金 这么多 第二季的营收这么高 这个是一个年正率 大概有11%的成绩 你要知道你11% 你看台股里面好像一堆 年正率三成四成的 但是你要知道 苹果的规模这么大 所以年正率11% 其实是一个很大很大 很强的一个成长啊 但它的每股盈余有2.58的美元 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成绩 也带动了苹果股价 股价在最近上涨了2%多 股价到了435元 那其中呢 我觉得大家要值得去留意的就是说 其实在中美贸易战的期间 中国对于 iApple相关的产品的一个买卖呢 其实并没有降温的一个趋势哦 因为在营收上 我们看细节来看的话 像是Mac Mac有四分之三的销量是来自于中国 那iPad有三分之二是来自于中国 所以这中国的需求 并没有下降的情况下 其实iPhone啊 或者是新一代的这种5G的iPhone 后续我觉得还是持续 值得大家去期待的 那接下来要看一下台湾里面 苹概股的一个表现 这些苹概股在上周7月31号收盘 普遍都有2%以上的涨幅 像是TPK啊 也涨9% 然后普瑞台表科都有很好的一个表现 所以呢市场上对于苹果概念股 似乎还有追捧这样一个趋势 不过相对于来说啦 组装厂倒是一个比较弱势的 最近我还有在市场上观察一个现象 其实资金啊 很集中在特定的类股上 像是之前的台积电 之前台积电其实就吸了台股很大的资金 我最近看S&P500里面也有看到这样的趋势 像大家知道一些尖牙股嘛 Facebook Apple Amazon这些 其实他们在今年以来的市值 增加了大概1.6兆等一个美元 可是呢其他495加 这S&P500的一个组成股 试子反而是往下掉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最近观察一个趋势 想要跟大家分享 乐钱似乎朝向这种科技股 而且是龙头去扣龙 所以这个乐钱轮动的变化 我觉得也是大家值得去留意的一个部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来宾 为大家来解析 最近的盘是我们大家到底该怎么去看待 首先呢先来欢迎一下最近在Light Day 大家记得去收看叫做大头家 昨天的点阅率听说创料35万 非常红的慕华哥 大家好 大家记得去收看慕华哥最新的一个节目 每天都有嘛 对 每天都有 所以记得收看Light Day 有最新的一个财讯的一个分享 那接下来呢是欢迎我们之前 节目上也有介绍过 那之前在巴菲特的子公司有认知过的戴成林 Jack 大家好 那我先想要请教一下两位的部分 就是在上周 其实是台股写下历史的一刻 因为台积电涨停嘛 那台积电涨停的情况下 带动了台股涨上来13000点 不过后来台积电又下沙 从460几块下沙到 在今天盘中大概是420几块这样的一个位置 那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很 特别的现象 就是说资金其实也是成交值落在台积电 联发科以及联电 这种股票 就像我刚刚讲的嘛 S&P500里面也是资金集中在前几大类股 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遇到这样的状况 我们该怎么样去看 我们先请教莫豪哥 好 那当然7月28号那天 因为台积电连续第二根涨停嘛 这个大家就太过兴奋了 所以一股脑子 太过头了 全部去冲进半导体股 那包括联电 包括台积电跟联发科 这三张股票 刚刚阿哥理所讲 全部爆量 当天你知道这三张股票的 这个成交总值加起来多少 1100 当天大盘成交也是创 历史天亮3400 对于三分之一的资金 对于三分之一集中在这三张股票 的确过热 那我后来去看一下 当天台积电的成交情况 其中31%是现股当中 所以就代表说很多散户 其实没有那么多资金的 他一早看到台积电涨停板 自己拼 自己拼下去 就没有想到台积电从涨停板 一路下沙 都只涨1% 大家都傻眼 对不对 然后在尾盘充掉 然后现赔9% 现赔8% 所以当天很多被迫充掉 因为ADR的溢价其实蛮多 大家可能想说跟ADR靠罗 没错 因为那天 这个前一晚 就是美股 ADR收涨12% 所以大家很兴奋 再加上英特尔的消息 使得台积电力多加深 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台积电充这么高 充到466块半 我觉得已经达到了 其实法人预估他明后年的价位 那当然短线涨那么多台积电会拉回 可是你可以发现 台积电拉回的时候 他瞬间就很快的亮缩了 从当天16万多张的成交的总量 一下缩到大概就差不多6-7万张了 对 那而且他守住了10日线 那我觉得10日线蛮关键的 破5日线 呃代表短多转落啦 但如果说你破10日线的话 那你可能就是要下探月线 那下探月线的话台积电就会去补 那个周一的跳空缺口 所以重点我们要看10日线 对 那10日线现在目前看起来 以今天的这个盘式 台积电应该是有守住 那有守住10日线 我觉得他应该会是在 一个横盘的整理情况 所以说基本上 如果是台积电横盘整理 上去的话 我就建议大家逢高卖 下来到10日线 甚至到这个周一跳空缺口的位置的话 你可以逢低卖 那如果是这样子操作台积电的话 应该相对比较安全 那换言之大盘应该 基本上也是一个 不至于大跌的情况 因为台积电如果能守住的话 大盘就稳住了 那再加上国际盘的走势相当不错 我们来看到 这张图是最新纳斯阿克指数 在周一这个周一收盘的情况 各位可以看到 相对而言周一过去 以美股来讲周一的行情都不是太好 但是没有想到周一纳斯阿克指数是 拉上去一根红K 而且好像是跳空 对 它是创历史新高 好 那这个尖牙股人流涨 带动纳斯阿克指数往上走深的态势很明显 所以代表美国股市还没有要休息 那另外费半 各位看到它其实也是创新高的 在周一纳斯跟费半 科技股同步创新高 好 那既然科技股同步创新高的话 那我觉得台股以科技反概为主 就不用去太担心台股会中错了 因为只要美股不中跌的话 我觉得台股中跌的几率不大 对 那如果说台积电又能稳住 基本上大盘应该是偏多操作为主 逢拉回买进偏多操作为主 好 比如说苹果各位可以看到 好 它连两日大涨 上周五大涨快11% 那这个昨天又是明显的走高 但是虽然留下上影线 但是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是创历史新高的情况 那再加上8月24号苹果马上就要分拆了 那8月31号这个重新用新的价格来交易 我觉得苹果基本上这档股票往上走 美国大盘也不会有太大的危机 因为你想想看嘛 道琼有苹果嘛 标普有苹果嘛 那是个指数又有苹果嘛 所以苹果一档股票就撑住三盘嘛 就跟我们台积电跟0050的关系有点像 对啊 然后另外你可以看到在微软的部分呢 因为可能TikTok要并到微软里面去 所以微软 微软也突破历史新高哦 所以美国的尖牙股就是呈现一个轮涨的态势 在微软创历史新高 苹果创历史新高 但亚马逊却拉回 所以我觉得这个盘是还蛮健康的 以美国科技股的走势来讲蛮健康 怎么说比较健康 因为它没有一个全面暴涨 或是一个全面暴跌的状况 那在周一微软跟苹果创历史新高 但是你看到亚马逊是拉回 所以我觉得那种资金轮动 它其实朝向一个比较健康轮动的方式 所以我并没有看美股会在 最近会8月会出现一个 比较明显的下跌的行情 如果以现在目前这个情势在看的话 那再加上我图是没有印哦 再加上你看到标普跟这个道琼 他们其实也是在一个区间横盘 而且偏向多方的走势 所以说在这样状况之下我觉得 台股投资人不用太担心啦 不用紧张说大盘到万三这个地方会中错啦 我觉得股市是这样子 靠股票吃饭的人 金融从业人员很多 那这个各方的资金 大家都希望能赚钱 所以说呢 不到不得已的情况之下 不会把盘搞崩 大家不会落跑 对不到不得已的情况之下 不会把盘搞崩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也就是说除非真的被逼了要上梁山 不然的话呢 大家一定都会是朝向多方来操作 所以说为什么你可以看到全世界股市 就是他你就中长线来看他是往上走 因为大家都看多才有饭吃嘛 对啊看多才有饭吃 而且股票市场其实你讲穿了 真正长期在赚钱的人不就是多头吗 空头长期能赚到多少钱吗 放空的人其实也没有多少人 放空的人相对比较少 他们只能赚几叠的钱 但是长期多头他总是会突破前波高点 不管他拉回多剧烈 所以说在这样状况之下我觉得 金融市场我们还是长期要偏多操作 那偏多操作的情况之下 大家都是这样想法 那大家都要在这市场里面求生存 然后呢这个要有发展 所以我觉得不到最不得已的情况之下 大盘是不会大崩的啦 所以说我们应该相对比较乐观看待 美国选前的行情 那这些选后可能变数比较多 那就到时候再说 至少选前我觉得 我觉得整个盘是应该以8月目前一开盘的情况 虽然昨天大跌但是今天马上稳住的情况来看 应该不会太差 所以2020下半年 其实大家还是可以偏多看待 这样去操作 就像我们刚刚讲到嘛 其实看多大家才有钱赚 像如果股票崩盘的时候 连我们节目的收视率都会往下掉 所以在这个群众的 这个叫集体意识嘛 就像技术分析一样 为什么技术分析 它大部分的时候是有用的 就是集体意识大家看到讯号 大家都认定这真的是上涨一个讯号 就去进场 所以也带动了这个股价上涨 所以季生蛋诞生基兰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那接下来就要来问一下 在美国大会找的 Jack 陈寗 陈寗你怎么看这一波 像台积电联发科这些的现象 其实我也是满看好台积电 只要台积电稳定的话 基本上台股也是稳定 那台积电为什么稳定 也是刚才莫娃哥跟阿格莉讲的 就是美国也是持续创新高 那以前我在大学的时候就是 学校逼我们要去买美股 为什么要去了解美股的走势 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我买台积电 ADR好像只有15块还是16块 15 16 对 现在70 80了 对对 那时候没有后悔 没有把它抱住 要不然现在就躺着赚了 对 躺着赚 那时候苹果也是买太少 要不然就买多一点 那时候苹果买多少钱 印象中 那时候我记得是买 还没有分割之前是买200多块 200多块 那现在也400多块啊 他在这样分割 但他分割几次了 他分割好多次了 是不是啊 你是哪一年买的 记得好像是七八年前 其实时间蛮短 对 上一次就1分7了 所以说你一股变7股 对对 所以可是没有抱住 200块变1400 对很可惜 可是我也是看 因为最近苹果也是要 1比38分割出去 所以300块 1比4了 1比4 如果分割出去的话 基本上我是觉得 也是很好的买点 因为他是长期就是 长期看好 就是跟着巴菲特走 一定是没有问题 先跟各位观众报告 就是分割可能在台湾的朋友还不太熟 比方说一股变4股 那你股价如果800 你就给他处理市就变200 那这样的好处是什么 就是入手的门槛就比较低 就像台湾为什么那个 什么玉山金啊 相关金融股以及0056 这么多人买 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 入手价比较便宜嘛 所以这种分割其实也有助于 股价长期的一个走势 对 那基本上我们看一下台积链这营收 这是公开资讯的资料 那你看一下 他的基本上 他的那个营收 基本上都是增加的为主 那我们在看的时候 巴菲特有讲过 如果他在挑股票的话 如果营收没有增加 他基本上是不碰 我觉得这个道理是有很正确的道理 就是要回归到基本面 就是热情过后还是要回归到基本面 那因为股价其实是被营收给push上去的 只要营收持续增加的话 基本上这家公司的未来是成长是看好的 那基本上我在选股票的时候 我也是看每一家公司的他的那个鼓励 鼓励很重要 因为我有两个小孩要养 那还有两个老的要养 对还有一只狗要养 所以总要养五次 你怎么那么多要养 讲得好像很可怜 你不是财富自由了吗 对 可是要养狗 狗吃很多啊 对一天吃三餐 对 然后为什么会养狗就是 就是因为就是兴趣啊 对 你可以让他断食 一天吃一餐就好 不行啊 断食他会睡不着 对 我会良心不安 那基本上你看一下台积电 我之前记得我那时候跟着他配洗头 他只有三块 那他现在是改一季配一次啊 对 所以是越配越多 而且他的金额是越配越大 那代表这家公司是有赚钱 那有这种钱才可以配出去嘛 没有赚钱没有配出去 代表这家公司就不能拥有 所以我在回归基本面就是说 我一定看这家公司的鼓励政策 那越配越好或者是越来越稳定 这个才是我可以接受 所以从这个翻例来看台积电基本上是有赚钱 有赚钱有能力 所以他股价才会不断的往上飙 我是觉得这是很健康的 那你在看鼓励的时候 如果殖利率太低 你会以殖利率为主 还是像台积电这样连续鼓励配发 会是你比较care的一个部分 如果他我会比较care 如果他是成长股 像台积电就是标准的成长股 他是越配越多 那基本上这是可以接受 不过以前台积电有一阵子 每年都固定配3块 当时候大家其实不太想去存台积电 对对对对 太少了 太少了 可是他后面就大爆发 就吃了那个大补丸 尤其是苹果不断的下订单给他 那基本上像这种大爆发就是 营收越来越增加的话 配越多的话 这基本上股价一定会是 会有好的利落的消息 会激励股价不断的往上冲 所以你也是看好台积电 之后的一个表现 对 然后如果拉回气氛上 就是最好的卖点 对如果长太多就是要休息 就长线其实跟慕华哥的观点一样 就还是看多了嘛 只是说短线上你可能最高 容易有套老这样的一个现象 毕竟我们从基本面上来看 其实台积电在2021的状况 其实还是会相当不错 像最近AMD AMD的财报非常好 AMD已经决定要下单 7nm跟5nm的这个订单给台积电 包下2021很大一部分的一个产能 那Intel也要下单嘛 所以说从基本面上来看 台积电是没有问题 可是我觉得有时候股票投资是这样 你不要觉得说基本面没有问题 你股价就可以无脑的买 你还是要看一下参考一下均线 像可以参考一下慕华哥刚刚讲到的 如果到时日线有支撑的话 重点是有支撑 跌破的话也还是很危险 有支撑的话 那你可以考虑做一下短期的操作 那长期呢 你可能可以参考更长的一个线 比方说季线等等的 用这样比较保守策略去操作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那另外我们要跟大家提的一个 是最近台股的一个现象 那就是说 整个盘市有大喜盘这样的一个状况 长期来说在台股市值里面 第一大家一定知道就是台积电 那第二大家会想到谁 应该会想到红海 所以这是大家都知道 可是最近啊 联发科的市值已经正式超越了红海 那这个盘市大喜盘里面 还有一个最大支的黑码 大家知道是谁吗 是台达电 之前台达电慕华哥有跟大家提到 锋利概念股相关的一个股票 虽然锋利概念在占它的营收 可能不是太高 可是台达电毕竟是一家 台湾长期以来很肌肉的公司 那台达电股价也正式 占上200块 台达电在以前我们过去印象中是 那种股价 大牛股 大牛股很皮的 居然能到200以上 所以今年2020啊 这种热钱啊 QE其实真的改变了很多的事情 那此外啊 广达 广达大家想说 跟红海比起来 毕竟你是小咖嘛 可是广达股价也正式超越了红海 所以今年啊 真的是一个大起牌的一个时代 连谢金河 谢董事长也提到说 今年真的是台股 有一堆黑马的股票 那未来还有哪些公司有 机会成为黑马 我们就要请教一下 我们莫华哥 好 你可以看到那个前十大市值的排行榜 你会发现 传产跟金控股不断的往下 但是呢 这个科技股不断的往上 这个其实就是 顺应未来台湾的趋势跟潮流 我觉得台湾未来还是以科技为中心 因为毕竟台湾只有半导体 只有科技也才能在全世界市场 打出一片天下 当然船产也有 比如说我们之前讲过的巨大 自行车今年非常的好 可能是50年来最好的产业 这个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你可以看到巨大美利达的股价 也是一路在往上走 船产有部分 不错 可以打全世界天下 但是呢 你说台湾的金融业 台湾的石化业 讲深的要去打全世界天下 越来越不是他们的时代了 尤其是金融业 真的是排不上全世界千五百名 人家就是说 在台湾你银行还要带印章这件事情 对啊 竞争力上 全世界大概还要用这个印章的 就只有两个国家 一个是台湾 一个是日本 就是相对金融保守的地方 所以说金融业为什么 他们像国泰金富邦金的排名在往后 那你可以看到像台大电往上挤 就是因为它卡到绿能 而且它多元化发展非常成功 而且大家知道台大电外资持股比例 是数一数二高的 这个也是将近八成 所以说基本上这些过去所谓的大牛股 你会发现他们的价值慢慢被发现 所以他们的本益比又在被调升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我们要重新认清这个世代 包括刚刚阿格丽所讲的联发科挤下 这个鸿海 为什么鸿海会被联发科挤下来 这其实就是牵涉到毛利 对 不是只有营收 营收当然鸿海一年五兆多 全世界数一数二的 也不要讲说台湾数一数二 全世界呢 如果有五兆营收的这个公司 其实也不是那么多啦 没多少 大概也可以排进前十名啦 如果我是没有仔细查 但应该有这样的条件 至少前二十名绝对跑不掉 好那 营收已经不是问题 而是你的毛利跟你能获利多少 你能赚多少钱 所以你可以发现 台湾IC设计业就不断的在往上突破 比如说 联勇 为什么他股价可以上到300 为什么瑞玉最近股价上到400 其实就是因为联发科已经拉到700 对不对 然后甚至法人看到1000 所以这些 台湾很有竞争力的IC设计公司 他就开始比价 本益比被调高了 对 今年很明显的一个发现 就是说半导体的本益比法人在relating 也就是说台积电怎么可能会涨到466块呢 以他今年估1PS18块到19块 再怎么样估明年20块 他都以过去20倍的本益比 台积电都不可能上到466 那重点就是法人跟市场重新在认定 这些半导体股的价值 那像包括联勇也是 包括瑞宇也是 所以一旦联发科充的话 我认为这种三四百块钱 两百块钱的IC设计股都会比价 会被带动 对会被带动 因为联发科上面有4000斤 有普瑞 有祥硕 有信华 有CDKY 那这些都往1500到2000充 那联发科就可以往1000充 那联发科往1000充 那这些就可以开始往四五百块充 感觉跟房地产一样 对但重点就是说 重点就是说 这些公司他本身要拿得出EPS 比如说联勇有没有拿出EPS 有啊 每一年都赚一个股本 而且每一年的EPS都在往上成长 这家公司 有非常严谨的一家好公司 对不对 然后竞争力也不用讲 对 然后你可以看到他的营收 今年第二季是不是创历史新高 所以说 市场就会赋予这些好公司 更好的本益比 所以我觉得 我们在看今年的投资上面来讲 其实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 你不要再去琢磨 在过去那种 传统的老的投资观念上面 就是说我要买那个 金融股啦 我要去买那个传产股 对了 他们存股是不错 但是你很难去享受到 他们股价可能 资本利得 对资本利得 被重新调整本益比这种空间 甚至他们的本益比会被限缩 甚至可能调降 因为资金其实也是有排解一个效应 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瑞玉 这个股价一路往上走 这个就顺了这个均线 很明显的往上走突破400 这就是另外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所以说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现在看这个市值重新的大洗牌 对 阿格利提出这个市值重新大洗牌这个观念 其实很重要就是告诉我们 现在投资是进入到另外一个世代了 那进入到这个另外一个世代 我们比较去catch到这个世代 新的一个投资的精神 这样子你才能找到所谓的黑马股 对 就是现在的盘式 其实跟过去真的很不一样 在过去年呢 我们很少看到说在特定的类股 比方说我们刚刚讲到台积电连发和联电 居然在一天里面三支占了台股三分之一的一个成交量 那我刚刚有跟大家提醒嘛 如果你是现在看节目 S&P500这500支股票里面 495支的股票今年的市值是下降 反而是Facebook Amazon Netflix这些股票呢 其实涨幅是非常大的 那这5支的市值增加居然赢过后面495支 你就可以知道说现在的资金是往强者很强这样一个方向 所以在未来的选股上啊 其实科技类股跟大型股 我们的想象跟过去有点不一样 那接下来要问一下Jack 你怎么看待这个盘式 对啊 莫黄哥讲得很好 这是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为什么因为资金在轮动 而且资金在找那种就是公司有赚钱的 比如说IC设计 像那个本益笔一定会 法人一定会relating 就是让它不断的增加 像我最近有开一档像这个伊隆店 伊隆店股价也是来到高点 那最主要的推升的原因也是带着它的营收啦 营收不断的在增加 而且年增今年跟去年比都是 就是有双位数的成长 所以你看它的股价最近长 已经涨了快double 从3月的68块到现在158 你是不是偷抄鸡排妹的答案啊 鸡排妹也有在他IG限时动态 公布他买益龙店啊 我是没有去看鸡排妹 你说看鸡排妹而已 但是没有看他买什么股票 没有没有我是没有看他 对因为看他会被我老婆杀 没有刚刚那个Jack是你家跟我说 G排妹也不错啊 他不错啊 可是但是我学生都说他是 学生学生说都不是说的 大嫂留意一下 对所以说 那 伊隆店为什么会创新高 还是回归他的这边啊 就是来自于他的营收 所以说我在挑选股票 第一个营收一定要成长 像孟华哥讲的 营收成长股价会推升 这是最ok的 不要说那种股价上涨 营收是衰退的 这样我就会有点啪啪的 为什么 因为只要公司 只要能较出不错的成绩 那市场上会给他合理的本益币 迟早都会还他 就是假设套老的话 你买那种营运衰退很难解套 相较来说 对一旦拉回 就是可能就是 以技术面来看 会变成不断的破底再破底 连时日线 或者连那个月线都会守不住 这样就会一定要设停损 那像 所以说我在选的时候 就是电子股 20%就是占我的资产配置里面 那80%就是会比较稳健型的 对电子股不是说不能碰 电子股的优点是来得快 去得很快 去得很快 搞不好就是像爱情一样 就是一场梦 对 所以其实我个人 因为我粉丝知道 我自己也是不太投资科技类股 但是我有部分投资在台积电上 那这是为什么 就像我蛮认同刚刚Jack讲的 就说这些东西不是说 来得快去得快 你就不去碰它 对 而是你要搞清楚说 它的特性是这样 所以你跟你的传产类股比起来 你的持股策略 或是你的买卖策略 可能就是要有一点不同 所以这是分享给大家 值得去留一个部分 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说 美元 光是7月就贬值4% 贬值很多 那我们知道说美元如果贬值的话 这个热钱就会往新兴国家去嘛 那台湾也是新兴国家的之一 所以台股会上涨 其实跟这个美元的贬值有很大一个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美元的续贬 其实真的有刺激资金 进入亚洲的一个市场 我们可以看到MSCR的亚太指数 通讯类股 以及MSCR的亚太指数 其实都有上涨一个状况 那在房地产的部分呢 虽然是比较低迷 可是呢会不会这个资金 越来越往这些新兴国家 亚洲国家走的时候 其实也有一波上涨的一个机会 那在长期投资上 现在美金续贬嘛 那我们在长期投资上 有没有一些可以参考这个 美元趋势的地方 来做一个选股 孟老哥 好 那这个美元 我们讲的主要是美元指数 这个大日index 这个整个7月贬的4.4% 你知道它是10年来最大的单元变幅 10年 10年喔 对 前所未见 前所未见 几乎就是一个狂扁的状况 那欧元整个 整个7月份升值了快5% 也是创下10年来最大的升值记忽 可是你发现欧元升值的时候 欧股就不太涨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资金的轮动效应 对于这个美元升扁 对一个国家股市影响非常大 那台股要不是 台币要不是央行在控29块半的话 那早就升到29了 对不对 那基本上为什么会要控呢 因为出口业还是需要 台币稍微 汇率维持一点 但我觉得 央行守会很辛苦 如果8月 美元继续的重扁的话 央行恐怕守不住 台币可能28都有可能 会不会 有可能见到28字头 有可能 为什么 因为美国只要一贯上 你汇率操纵国家的大毛子 你再怎么样守会 你都不能去 太过分 太明显 所以说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我觉得 端市美元 8月会不会继续重扁 如果不重扁的话 那我相信央行会守 但是如果重扁的话 央行真的 很难守 我觉得它也有它的困难 就毕竟站在这个整个美国的强势的压力之下 我觉得它也有它的困难 好那回过头来 你可以看到的确如阿格丽所讲的 就是说美元一扁 新兴国家股市就活蹦乱跳 所以整个7月大陆股市涨了一成 然后台股加权只涨了1000多点 涨了9% 那另外呢 你可以看到这样这个 韩国股市最近也不错 比较弱的话算是香港跟日本 那但是大部分的新市场 国家股市表现得还不错 就因为美元走低 然后金价整个7月也涨了9% 也是一个非常 涨非常多 对非常非常夸张的一个上涨 所以说美元一走扁 它就牵动很多资产价格的 这个变化 那当然对整个大盘来讲 美元的持续走扁是有利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看多大盘的主要原因 就是美元持续弱势 但各位如果发现美元指数 大幅短时间 谈升的话 你就要小心了 那这个就是一个 比较不利于股市的讯号 那在美元指数 大幅短时间谈升的同时 美国国债指率一定也会 同时大幅的谈升 所以这两个东西 如果同时大幅谈升 那你对股市就要相对保守 但我们现在目前没有看到这个状况 因为美国十年级国债指率 现在是在0.55左右 它其实还是蛮低的 这个是今年 这个相对历史低点附近 所以以这些指标来看 我们可以讲资金面上面 大盘面上是安全的 那至于说在台股上面 我们在短期 我们要注意什么呢 第一个 这个礼拜开始 7月营收陆续公布 那大家可以去看 哪一些公司 7月营收还可以再创新高的 那第二个呢就是8月14号之前呢 所有的第二季季报要公布 那大家可以去搜寻哪一些公司呢 第二季它的盈余是创新高的 那这个就是很重要 我们在短线上面 台股排名要观察的 财报要好 这个股价才有更大的一个动力往下走 对 那另外你可以看到第三个呢 就是所谓的瓶盖 现在目前进入到拉货期 但是这个瓶盖呢 现在有分所谓的新瓶盖跟旧瓶盖 还有新瓶盖跟旧瓶盖 对 这个不是旧瓶装新酒 是新瓶盖跟旧瓶盖 那等一下跟大家讲 哪一些我认定 可能是比较强势的新瓶盖 因为我们想讲 我们现在投资的观念要换 时代在改变 所以我们要catch到新的一个潮流 第四个就是IC设计股的比价轮动 所以这刚才有讲过 我就不重复 所以说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我们有新的这个焦点 大家可以去注意 最近这两天我已经发现 新瓶盖在很明显的在走高 已经开始在动笼 所以说我们等一下可以 就这个方向再进去跟大家来谈 这样听起来真的很期待 居然第一次听到 新的苹果概念股 那问一下Jack 在你的这一波的选股上 你有没有一些建议 可以给我们投资朋友 比如说你是在民生消费 以及金融上比较有涉略的 那这刚好也是粉丝们 比较喜欢的一个类股 对 像因为我胆固醇过高 所以我在吃东西就是要控制一下 所以我每天都喝贵格也卖 对 所以贵格也卖就是这个 价格 那为什么会喜欢它 就是第一个就是产品不错 它有一定的粉丝在 固定使用它的产品 那最基本你看 它连续30年 连续喔 连续30年没有中断 配76块的现金出来 就是有你们这群胆固醇很高的人 对 始终的本事 始终 没办法 胆固醇太高也不是好现象 所以一定要记得运动 对 那基本上就是它 你看到它越配越多 本来是配一块多 然后增加到2.65今年 所以说 也就是公司有营收成长 才可以配这么多的那个先进 那它就是 它的优点就是 它基本上不需要去看盘 它不需要盯盘 不需要看盘 不需要看盘 对 只要稳稳的 可以收利息 而且短线上如果有波动 当然它波动不是很大 因为它是属于防御型的股票 基本上它也是有价差可以赚 那像价格这种股票 殖利率年均大概都3-4%左右 你还是会去存它就对了 对 还是会去存它 因为你要的是说稳定 但是那一年的殖利率 不一定要像大家讲的 什么5% 6%以上这样 对 而且它好处就是说 诶 有时候慢慢的会涨10块 对 有时候会涨10块 那它涨多的时候 你会调节吗 对 我会调节手上的持股 比如说 比如说有买10张 我可能调节只剩2张 那你标准大概怎么设 就是说诶 可能赚多少% 或是涨到 比如说几倍本一比的时候 你可能会先减 可能比如说 离它的正报酬 百分之二十三十以上 就是 涨太多的我就是会怕会拉回 我就是把风比会减 对 然后再去换另外一档 就是被低估的股票 像另外一档就是像福茂 因为这样常常要加油 对 刚好去 刚好就是有去加福茂的油 所以才会注意这一档 那基本上你看前几年它也是配1块多 到今年到配2块半 就是它的鼓励就是乘以2.5倍 有double 所以说因为营收有增加 所以它才可以配这么多的现金出来 而且它的优点就是说它的净值 它的净值是蛮高的 它的净值是来到34 它的净值是34 那安全边境的90%的净值来算的话 是大概是30块附近 所以巴菲都有讲过 它在挑选股票 除了合理的净值之外 它也会看一下安全边境 所以我都会打9折到8折 那8折来看的话将近是27 所以说基本上我们在选股 通常都低于净值 或者是用合理的净值去购买 是比较OK的 所以但是净值是比较适合 用在这种传产的类型 像科技股其实大家 如果用净值比去看的话 就比较不是一个比较好的参考指标 对对 净值比较适合用在民生消费 或者是金融群组 那电子的话就是比较 记得可以用本益比去计算 两个方式 两个群组的方式计算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说 我们在挑选的时候 像这种 像福茂最近是来到30 对就是低于净值 所以说我就是会 做分批去做 去做存股的动作 那还有没有一些 类似像福茂这种净值比 比较低的公司 对像我之前买低金是买在17 18 因为它净值来到17多 因为长太多 如果长到23 24我就会分批 分批调节手上的持股 因为赚6块 6块除以17大概是30% 那涨幅过多 我就是换比较被低估的金融股 然后轮流去超出 所以你的存股方式听起来不是那种 长相失守型的 不行 不是长相失守 为什么如果看这个 你这样听起来很危险 你跟大嫂的关系 你要怎么解释 我跟她说如果我们结婚到99岁 那是可以接受 因为她是我老婆 可是之前我们的教授说 你看这个人你要看得顺眼 你不能只看到30年就要跑 不是看到她早上要跑厕所 那就不行了 看到早上要跑厕所 的意思就是说 听起来是很现实的 对对对 就是说你遇到这张股票 涨太多 就是要跑厕所 就是要先涨 就是先落袋为安 再去换另外一档 因为这个逻辑很重要 我们的教授比如说福茂 它是你比如说买30到40 因为它是走相形 以技术面来看 是 它一年配2块半 可是一次可以赚10块的利息 你就是等于一次赚4年的股息 就像你刚刚的价格 因为你刚刚的价格说什么20% 那它年均值利率大概34% 所以也是大概赚5到7年这样 对对一次可以 如果可以赚5到7年的股利是最棒的 然后你再换另外一档 你就可以中间 你可以缩短你存股的时间 你不要就傻傻的爱它 然后爱到30年 这段速度太慢了 就是当然不是建议去劈腿 就是说你在操作上就是 人轮动的越快 就是周转的越快 就是你心理你其实没有出轨 只是身体出轨而已 改天还是会回来再买价格 对对对对对 可是这是股票 股票操作可以这样做 可是在感情上是不能这样做 好这样你不用多做提示 对对对对 所以说我们在挑选股票就是 如果一次可以赚到4年到7年的股息 我就是会去赚 对对 如果没有的话 我就像巴菲特就是稳稳的就是收利息 所以4到5年的股息 去先获利了结 对 然后再换相对 但是也 我觉得这有一个前提 也是因为你会选股 你有看到更好的方向 你才可以跳车 对 如果大家参考这种方式的话 你如果不会选股的话 我觉得抱着也 还是不错的一个方式 对对对 那我觉得我这个观念很好 但还有一点要记得 如果这个公司成长性是很强的话 对 因为我们刚刚看到加格嘛 对 或者是刚刚说的福茂 对 其实它成长性并没有到那么的好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操作 其实是有它的背后的逻辑在 像我自己有存一支股票在联滑 那我联滑的时候 我大概在2016买 那时候买大概20块 很便宜 这多年配股配息 那成本可能只剩10出头 可是现在股价45 46左右 这个报酬率非常高 但是我也没卖 有一个原因是 因为我们买联滑的时候 那时候EPS才1块多 对 现在已经2块多 那之后有机会到3块 所以我觉得成长性 也是大家要去考虑的一个部分 对 所以这个存股的部分 就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你可以根据你的个性 你要持报活报也可以 那你要换股也可以 但是重点还是要挑对股票 对 挑错股票 你用怎样的策略 其实都是没用 那最后呢 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 苹果概念股 因为苹果上周的上涨 其实也带动了苹概股 受到大家一个关注 那刚刚慕华哥有跟我们说 苹概股过去叫做旧苹概股 现在有新的苹概股 新苹概股就是这支 好 那台湾这个供应链 都要去吃苹果的订单 因为毕竟苹果的成长性 是非常强的 对 苹果是在1980年挂牌 阿哥你知道它当年挂牌 价格多少 22块美金 22块美金而已 1980年挂牌 而且这几年还有多次的分割了 它总共经过四次的分割 所以说如果你在1980年有一股 这个苹果的股票 你到现在有56股 56股 对 因为它经过了四次分割 就是股价不变的话 至少就56倍 对 股价不变就56倍 那它现在股价是400多块 所以单就股价已经20倍 20倍再去乘以56倍 所以你的报酬 从1980到现在是1000倍 哇 你刚莲华一倍 对不对 听起来真的是还是投资美国 有点心酸 有点心酸 这个就是所谓的成长型股票 它所提供给你的这个 这个长期投资的报酬 所以为什么巴菲特 巴菲特 波克夏海瑟薇的 所有的 所有的资产40%是压降的 重仓 重仓苹果 等于说巴菲特就是跟苹果绑在一起 那苹果如果成的话 波克夏也要成了 所以说那波克夏如果不会成的话 苹果绝对是更真正日上 所以台湾所有公司都要去吃苹果 那我也觉得苹果是一家很好的公司 所以说它供养了台湾很多供应链 但问题是苹果它最近这几年来 它的手机 其实卖不动了 就是它成长性已经减弱 所以它开始在推中低价手机 要去抢印度的市场 要去抢中低价市场 那你想看中低价手机 插这种出来 它势必要去砍供应链的价格 就把利润挤出来 那利润挤出来的话 那个所谓的旧瓶盖 它们的利润就会越来越薄 所以旧瓶盖有点变成是价值型的投资了 所以价值型都是 它们还是不错 但是它们可能成长性就不够 就稳稳的这样 对 比如说像大力观 为什么今年股价都一直上不来 为什么鸿海破了80块 为什么这个核硕股价 其实也相对比较疲弱 就是所谓它们就是比较旧瓶盖的观念 那新瓶盖是什么呢 就是有卡到这个红色供应链 那跟台湾有关系的公司 比如说像宣德 宣德昨天 所以就是新瓶盖就对了 对 它是利润的子公司 那又是这个LPA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利润现在接 最主要单就是LPA 那LPA是利润现在目前的吃苹果 那利润准备在明年去吃组装了 那所以说呢 相对而言利润的营收一定会大幅的扩大 那利润的营收大幅扩大的话 就会直接供养到这个宣德 所以你看到宣德昨天盘中是亮灯涨停 今天已经上了101块 涨幅好快 对它两天已经涨了大概 差不多有15-16%了吧 现在目前我们录影的时候盘中是涨8% 那昨天收盘是涨6%多 那昨天盘中曾经一度涨10% 所以说它有经过这个盘整区盘整突破的味道了 这个就是所谓的新瓶盖 这个跟利润有关 那另外在台湾跟利润结盟 还有一个党就是说升学的美律 美律其实 今年股价表现的一直都比较疲弱 最主要是因为它的营收年比衰退很明显 但是你要发现它营收渐渐开始 已经出现衰退的收链 那随着法人也看好它第三季的营收可以明显的增加 那它的股价也开始出现一个多头排列 结构性的走高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开始在苹果上面 我们要从成长性跟价值性两边 去把新旧的这个瓶盖把它抓出来 风向有点改变 对风向有点改变 所以说这个起风的股票 它基本上它的股价就比较容易赚到价差 那至于说旧瓶盖的话我觉得 可能就是说它们的股价相对的这个上升的 上升的动力没有那么强 但是基本上它还是它有它们的价值 价值面存在 你说大力光有没有它的价值存在 有啊 当然还是有 你说鸿海有没有价值存在 还是有嘛 只是说它可能不会像新瓶盖 这样子比较强力的这个营收成长的动能 所以如果是想要追逐比较成长型 股价上可能会也反映了 那新瓶盖或许是比旧瓶盖还要好的一个选择 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那Jack 你怎么看 你的以前任职的老中家 这集团 在苹果上面 上面这样重大的投资 以及这个相关的一些概念 对 以前我在SysCandy 上班的时候 我们也是 长官或者是老板也是有交代 交代就是说 在挑选股票一定回归基本面 就是营收 对像我最近 像孟光哥讲的美率也是要注意一下 你也是挑美率 对对对 我们不是讲好的 这是自己做功课 没有真的没说好 对没有直接说好 那他营收真的是有在那个衰退是有在收敛 所以要盯住他的营收 如果营收如果有 开始由黑转红的话 代表他的订单可能就是大爆发 这时候他的股价一定会有不错的反应 所以大家一定要回归就是 等财报处盯住他的财报 所以你要提醒大家的是说 这个风现在对了 但是你因为你比较保守 对 你会看到才相信 对 这个营收真的要成长 那你才会去考虑做买进 对 我就搭配技术面 然后搭配一下筹码面 你看法人刃骨的在哪里 还有他基本的成本是在哪里 对 我再来找适当的 以技术面去做切入的动作 对 基本上不要看到黑影 黑影就开箱 就是 听到那个题材 然后就马上买进 对对对 这是很危险 对就是说还没有结婚之前 就是先同居 不是啦 还没有结婚之前 房子先不要压下去 先不要过户 对对对对 先不要过户 先确定他是男的还是女的 先确定 对对对 先验货再说 对对 先确定他是真的爱你 不是爱你的钱 才可以在一起 爱你的钱没关系 只要是女的就可以了 对 照你刚刚的逻辑 之前设定是这样 可是 跟老婆结婚就 他也是讲的都是对的 对就是爱他的人 就是爱股票也是一样 不要爱他 就是看到黑影就开枪 一定要去check他的财报 如果财报是增加的话 这一定是 通常 市场上都会给他合理的本益比 对 讲白点就是股价 上涨一定是营收有成长 这才是OK的 对 如果你是比较保守的投资人的话 那你可能可以参考 Jack所说的 然后营收反应的话 你再去追 那如果你是像木华哥这样 对产业有深入研究 那就比较容易在 刚起风的时候 你就跟上这个潮流 总结来说 我觉得这一集非常非常精彩 就是大家一定要回头去看 因为呢现在资金啊 已经往过去我们认知的方向不太一样 现在往科技类股 而且是大型的科技类股去集中 以前你看上涨都是涨那种小型的科技类股 不过你看现在今年美国 像Apple或是Facebook 这些其实都是很大型的一个公司 不过股价上涨也非常的多 颠覆了大家想像 那如果你是保守一点投资人的话 可以参考Jack所说的 殖利率如果不高 但没关系 你要去看 连续股利的配发年数 有没有像刚刚讲的价格啊 超过30年 然后像台积也有将近30年 这样一个成绩 供给大家做参考 那如果你喜欢更多的理财资讯的话 记得到Facebook的订阅 理财最给力 让我们继续帮你的 幸福财富家给力 我们下次见 拜拜